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像我们讨论很多次的乌克兰议题 延荡了好几个月 到现在都还没有全部圆满的解决 特别是在刚选出来新的总统 马上就是超过50人死亡的激烈交战 你这样子看在俄罗斯这个国家的眼里 要怎么样来看待这件事情 到底乌克兰的未来是走向圆满 还是走向分裂呢 今天一开始我们就来探讨国际情绪 先介绍参与讨论的来宾 首先是资深的媒体人王瑞德 雄伟好 大家好 国际情绪专家赖月谦 雄伟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一路舍学的邱建一 大家好 媒体共和者康仁俊 雄伟好 军请航空长总编施夏伟 雄伟好 大家晚安 其实我们前一天才讲过 乌克兰的这个巧克力总统 其实过去跟普丁总统 也是有点交情的 但是对于这个分裂的议题 态度非常的强硬 不惜动武开火 也要阻挡这个亲俄的一个民兵 我们马上就来看新闻 不惜动武器 乌克兰军队最近对东部 顿内之客之后的分离主义者 转排大规模的军事攻击 27号在拉斯夫洋克斯 双方发生激烈枪战 乌军甚至出动坦克车 迫机炮进行攻击 在顿内之客机场 双方交战进入第二天 乌军出动武装直升机 战斗机和散兵部队 对机场内亲俄武装分子 进行攻击 最后以优势武力夺回机场 针对乌冬流血事件 莫斯科当局承诺 如果新科总统波罗申科 以和平的手段 解决乌冬动荡 将会获得俄国的协助 不过也警告波罗申科 不要尽力尝试 以迅速的军事情动 清除乌冬亲俄武装分子 看到这样的情况 不会是很矛盾吗 我们先前过去 这五个月多来 看到这样 这个总统逃走了之后 没有选出来之前 好像都没有交火的 这么激烈 结果这个新总统 巧克力大王一上台 马上就打成这个样子 这样到底还要怎么谈呢 这当然要问赖教授 我们坦白说 我们是越来越忧虑 这样反而是忧虑 才刚选上新的总统 我们很担心乌克兰 已经成为美俄 最终要决战的 这样的一个讯号开始 会有这样子的情况 怎么说 因为他刚刚当选 刚刚当选的时候 他宣布两个主张 第一个他说 我要结束东乌克兰的战争 第二个他说 我要把克里米亚半岛 把它收回来 这么强硬啊 对 那我们当时我们就认为说 这个可能性不大 因为你要把克里米亚 收回来怎么可能呢 因为他们的选举的当天 这个俄国的总理 梅德韦杰夫 就到了克里米亚去 宣示主权了嘛 所以我们看起来是 俄国已经要把 克里米亚拿定了 好 那现在的问题就在于说 你东乌克兰的这两个州 就是顿内刺客跟 卢干斯克这两个州 那么他们本身 是完全没有投票率的 所以等于是投票率是零的 我们当时我们就认为说 这个乌克兰本身的力量 行政的力量 政治的力量 没有办法到这两个州 而且在东乌克兰 本身的投票率就两成 因为有非常多的地方 都没有办法办选举嘛 好 那等于是你这个新的总统 他的主要的投票 事实上是在西乌克兰 当选力很高 那本来就是支持他们的 对 本来就是支持他们 那所以他 可是他一上来了以后 第二天他马上发动了一个攻击 会不会太快了一点啊 太快了 因为他认为之前啊 这种战争啊 拖拖拉拉的 所以好不容易给他等到险上了 真的是不啰嗦啊 对 他要速战速决 那么速战速决的 所以他马上发动地面的 跟空中的一个战争 打成这个样子了以后 俄国就不谈了 不谈了以后怎么办呢 就承认 就说今天顿捏刺客 已经设大使馆在莫斯科了 所以那就等于承认 他算是个独立的啊 你设一个大使馆啊 对 设大使馆了 而且马上就发了 第一本的副照出去 那等于现在已经 俄罗斯承认 顿捏刺客是个独立的国家 我们怀疑 我们怀疑 怀疑什么 因为这一次的战斗里面 因为一般来讲 乌克兰的军队 是不太能打仗的 对啊 这次还是雷厉风行 而且这次打得很漂亮 所以很多人就怀疑说 你这个直升机 战斗直升机的驾驶员 到底是乌克兰人 还是外国的佣兵啊 真的会这样子怀疑 有人在怀疑 但是目前因为 没有人看得到这个 这个直升机的驾驶员 他到底是乌克兰的军人 还是那个黑水公司的军人 所以下一步 现在就是要看 普丁大总统的态度 对 普丁的大总统 很有可能 马上要再做一些新的动作 如果再做一些新的动作 而美国也强力要 支持乌克兰的话 其实我们很担心 在乌克兰爆发了 代理人战争 一旦发生了代理人战争 那这个地方的人民 坦白说 那就血流成河 说不一定了 哇 那这样子 就真的是很严重了 希望呢 最后是转向好的方面 但真的 国际情势 不是只有乌克兰而已 在东海 在东亚这边的议题 更是与我们台湾息息相关 除了中国跟俄罗斯的 结盟壮大之外 还有北朝鲜 金正恩大将军 这一个不定时的炸弹 所以呢 要重返亚太的美国人呢 不管是要攻还是要守 都一定要拉拢日本人 来跟他当蚂蚁 来当盟友 所以现在呢 最新的这个资讯 就是告诉大家 哇 先进了 美国高档的雷达战 就决定要盖在 古色古香的日本京都 可以这样子吗 小维哥 是啊 大家就想到 Kyoto 对不对 Kyoto的话 就是一个观光圣地 它是日本古都嘛 你去Kyoto 就看到一个X-BEN 大大的一个白色的雷达造球 以后观光还可以看这个 对 但是你说 美国它就是 为什么要把 那个X-BEN的雷达 放到 Kyoto这边来 你知道吗 因为就是我们知道 现在这个 中国大陆也好 北韩也罢 弄了一大堆这个弹道飞弹 那中国大陆特多的 有1500枚的短程的 那还不包括中程的跟长程的 还有洲际的 那北韩的话 也有很多短程的这个飞弹 那美国呢 它这个最新的这个 X-BEN的雷达 因为它厉害到厉害到 什么程度 你现在看到 那个是美国它部署在珍珠港 它一个叫做 Seabase X-BEN 这么大一颗就对 它是一个海基的 那个X-BEN的雷达 你不要看它好像以为 你说以为它那个 整个圆球里面都是 其实不是 它里面其实还是一面 就是那个向位阵列的 一个平面的一个天线 然后呢 它这个外面 那个白色是一个 雷达罩的一个球 那旁边那些就是 卫星的通讯系统 比如说把它 收集到的这些情绪 马上用宽屏的 那个卫星的资料 把它上链出去 让那个美国的这个 不管是太平洋指挥部 或是那个北美防空生理部 都可以看到 这个飞弹的踪击 那这个X波段的雷达 它厉害厉害到什么地方 你知道吗 它的这个侦测距离 非常的远 它可以在 比如说在马里兰州 对不对 如果你装了一个 那个X-BEN雷达 在美国 对 然后它可以看到什么 你知道吗 它可以看到 那个在旧金山 西岸 San Francisco 上空飞行一个 像棒球大小的东西 你是说三千多公里远的距离 它还是可以看到 大概五千公里 这么远 没错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 这个X-BEN的这个雷达 搬到这边来的时候 等于说对这个区域来说 美军在这个区域的 坚增能力的提升会有多大 而且你看 它放到这个哪里 你看 它放到这个 金益杂 这个Kyoto这个地方 它可以看到这个距离 你可以看到 基本上来讲 把整个那个北韩 还有就是 中国大陆这边 东北部一小部分 也都包进去 它这个最主要 它当然这次 还是针对北韩而来的 但是你看 它翻北韩 你再往东边 西边看一点点 这如果中国大陆的飞弹 有什么东西过来 也是看得到 对不起 这边也全部都看得到 但是问题是 为什么要放在京都这个地方 不怕被抗议吗 因为最主要就是说 当然居民会抗议嘛 因为你看 你有了这么一个 这个观光景点 神庙的古都 对 你这边有一个 这么好的千里眼 对不对 当你这个千里眼 在这里的时候 那好 那如果今天 谁要来打日本的时候 对不对 或是谁要用 飞弹来打日本的时候 那这个地方 是不是就第一波攻击的目标 就是先戳虾 你双眼的这种概念 没错 戳虾 你是像虾子一样 剩下就只要认我 认游我 反而这边会比较危险 对 所以居民当然是 第一个起来抗议 不要不要 这东西不要放在我这里 对不对 因为你看 如果万一放了以后 这美丽的Q头 对不对 变成敌人的飞弹 飞弹不长眼啊 你要是精准的 炸中了这个雷达 也就算了 万一没炸中 那就麻烦了 旁边都遭殃 对不对 X-BAN这个雷达 就是他们的银河 三号火箭的时候 美国人就赶快把他 从珍珠港拉来这里 对 来看这个地方 所以你看 如果未来 他现在 因为他变成说美式 你看 一有这种状况 就必须要从珍珠港 把他拉过来 没事搞那么远 对不对 所以直接架一个 直接架一个 我在这边 而且你看 他在日本 他架了两个 你看北边一个 中部一个 他基本上来讲 就把整个都看得到 都看到 而且因为其实当然了 我们从实际上的威胁来看 的确 对中国 对日本来讲 现在他最大的威胁 真的的确来自于北韩 像比如说 我们那时候 四月底 四月中的时候 不是那时候 马航事件闹得很凶吗 然后那个时候 你知道熊熊的 有一天竞争 怕大家忘了他 那个晚上试了31次 对不对 那还得了 吓死人 所以你说对美日本来讲 他也的确在这个 有这个需要 但是我们说了 相装武艰 自在配工 这个从他的 更西边中国大陆 如果中国大陆的飞机 要往那个 飞弹要往这里飞的话 也是会经过 这两块区域的 没错 好所以这边就看到 美国人积极的重返亚太 似乎是 他挡不了的一个政策 但是不是也就意味着 在中东地区 美国就真的不玩了吗 前几天 欧巴马大统领 才这个 真的是最高机密 突然的造访 阿富汗去参访 他们的美军 给他们加油打气 马上今天就传出来消息 他做了一个重大的宣誓 跟讲话 也就是说 阿富汗确定要 裁军跟撤军 接下来 在2016年之后 就要不留兵在阿富汗 这样子会有什么影响呢 蓝教授 美国人讲话 跟美国人做的东西 我觉得大家要 仔细的再去想一想 真的吗 因为 总统都这样讲的 奥巴马第一次上任的时候 就是要从阿富汗撤军 对 所以这个时候 诺贝尔和平奖 就颁发给他一个和平奖 对不对 但是你看 从他上任到现在 就快卸任了 就快卸任了 还没有撤军 所以他现在要撤军 他这个讲的刚好是相反的话 真的啊 就说我还是要把我的美国的军人 留在这里 为什么呢 因为本来都讲好了 你2014年要全部撤光 之前是讲2012年全部撤光 后来他就说2013年要全部撤光 就跟 这个一直言就对了 没有 所以他讲的话刚好是相反的 也就是说这是美国政府的 最高明的地方 就是我明明要留下来 但是我却讲我要撤军 所以是反话 完全是反话 为什么呢 因为他之前他威胁这个 阿富汗的总统卡达尔 卡达尔一他威胁他说 你如果不跟我牵 这种司法赫免权 因为美国的大兵在海外 一般来讲他的军纪 维持不了六个月 就会出乱子 就会出乱子 不是吸毒 就是强奸 就是稍找民房 你看他是他在冲绳岛 就是干这种事 就是有很多恶力 奸杀女童 在日本 在韩国 奸杀大学生 他们的军人在海外 维持不到六个月 就开始军机上会出现问题 所以他们通常在亚洲国家 在中东国家 他都怕被当地国的法律审判 因此他们都要求一件事 就是我的军人 在你的国家犯罪 不受你的法律约束 那这样的话 对这个国家的主权 是不是一种羞辱 但是对阿富汗 或者是外国来说 当然不可以接受 一定要是就以法论法 讲得非常好 所以阿富汗的总统 都不肯签 说你一定要接受 我阿富汗的法律的约束 这个时候 美国的奥巴马就说 你如果不签的话 我就不给你援助了 我就把我的军队全部撤走 那卡扎尔就说 那就请便 真的啊 就欢迎他走 就没办法 因为我不会签 那他就说你赶快走 为什么还以拖 但是这个时候 那个奥巴马就说 这样好了 我等你新的政府 新的总统选出来 等下一个 等下一个 因为他们六个月 非常改选 好 所以这个时候 奥巴马是在 突然间他自己 就飞到了阿富汗的 他美国的空军基地 没有跟人家国家打招呼 也没有经过 人家国家的邀请 就突然间飞到人家的 阿富汗的美军的空军基地 就飞过去了 你刚刚看的镜头 就在那个地方演讲 演讲了以后 他说卡达尔伊 你来我这个基地里面 我们来见个面 卡达尔伊说 我又没有邀请你 到我们国家来 你就突然间飞到 我们的国家的 你的空军基地 然后就说你叫我去就去 然后你叫我去就去 我才不去 阿富汗的人民就说 我们的总统 真的好 真的干得好 然后接着呢 他说那你如果要见面 来 我邀请你到我们的 到我的总统府来 那奥巴马说 我之前莫名其妙的 飞到你的国家 又没有经过你的邀请 我也不能算是工作访问 也不能算是国事访问 我这个 又不能去就对了 所以他就又回回来了 有没有心机这么重啊 这两个 从2001年到现在 美国人暂死在阿富汗 2100人 那么烧了钱 烧掉6000亿美元 那不是少数字 然后这样退不了就对了 但是呢 他如果测光光了 那就俄国也进来了 中国大陆也进去了 然后他赔了夫人 他赔光光死了一堆人 然后有一万九千人心里有创伤 这些退伍军人回到美国以后 一生都要接受治疗 好 那这样的情形 美国在阿富汗 什么都没拿到 他怎么肯甘心 所以他就编了一个话 叫做负责任的结束 所以我们美国军人 还要留在这里到9800人 原来是这样子 总统讲话还可以讲反话的 真的是开了眼界 不过刚刚看到 美国这边嘴巴是要讲撤军 在台湾这边则是不断的在裁军 这样子遥想 这个上一个世纪 真的是敢牺牲 不怕死的这些黄埔精神 不知道现在大家还记得多少 又说记得当初在电影院 我们都还没有出生 就是老一辈的时候 年轻的时候 在电影院看黄埔精神的这样子电影 看得热泪盈眶 现在再来看的话 会感动吗 我们来看看电影片段 我们来看电影 好 看到電影裡面的黃埔軍人 真的是熊啾啾氣昂 會講到他們就是因為 今年就是黃埔軍校 建校90週年 所以當然要來隆重的慶祝一下 但是吊詭的地方就在 我們中華民國這一邊 在慶祝黃埔軍校90週年校慶 這樣合情合理吧 但是對面也就是中國這一邊 竟然今年也在廣發英雄鐵 歡迎校友回娘家 來慶祝建校90週年 這個以前不是這兩邊 是要把彼此給滅了的情況 為什麼現在變得兩邊都在要辦校慶呢 這個中國大陸的統戰非常厲害 這是統戰啊 其實這也是統戰的一部分 黃埔這個部分 是他們整體的統戰的一部分 你看像黃埔建軍的時候 當然因為那其實本身是在一個 歷史上來說 它是一個第一次的國共合作 因為國共合作的時候等於說雙方 要藉由黃埔軍隊成軍 建軍以後 那基本上來講中國共產黨 就希望利用這個方式 來依附在中國國民黨裡面 跟黃埔軍校裡面開始發展 所以真的其實第一期的 這個黃埔這個校友裡面 有相當多的後來也成了 這個檢放軍的一些重要將領 對 所以也有道理就對了 因為就是從那個學校出來的嘛 那是沒錯啦 但是你看雙方後來 你看等於說是幾乎可以說是 都打成這個樣子 一共在天之仇 那現在來講呢 因為我們知道這個從歷屆 就是黃埔軍校畢業的這些 後來成為國軍的這些重要幹部 高階將領大概加起來 也有一千人左右 那這些人裡面 其實大概就有二十來個 很喜歡往大陸上去跑 特別喜歡跑去這個 大陸的黃埔島的黃埔軍校 然後來慶祝這個 一些重要的這個儀式 那這個情況來講呢 當然對這個 我們這邊來講 看起來是情何以堪 那當然今年是90週年 那國防部當然也規劃了 一系列的盛大的慶祝活動 所以本來我們這邊 也就有隆重的孝慶活動 對 黃埔軍校的孝慶 它是六月十七號 六月十七號當天呢 今年這次馬總統 也要親自下去閱兵 真的 他終於要去閱兵了 終於要去閱兵了 對 你看 這樣就宣示正統了嗎 當然這也是一部分 那其他你看 他其實前後 他也安排了非常多的 一系列的活動 但除了這樣 這樣中國那邊呢 他們這次到底是 也要盛大的辦 所以到時候你說 六月十七那天 兩邊早上都會別苗頭 就對了 不過這差別最大的部分 就是說 目前來講 我們現在可以看到 中國大陸這些 所邀請到的這些退降 當然也有很多是 我們當時上將級的這些 邀到我們這邊來 我們的上將到那邊去 不是他們到這邊 邀到我們去 請我們這樣過去參加校慶嗎 去那邊慶祝嗎 我們可以去嗎 我們不能去 因為已經退伍了 可以去就對了 退伍的可以去 但是現役的當然不能去 那當然 那現役的就必須要在高雄 鳳山軍校 黃虎軍官校 然後跟著馬總統 那退伍的不是應該 就要來鳳山這邊慶祝嗎 應該是要來共襄盛舉的 但是因為他們現在 在這個很多在 你可以看到 他們兩岸之間 這個將領的交流 包括透過 像什麼愛國同心同盟 或是孫子兵法 這個同盟 然後等等 他們其實有相當多的交流 但是我個人看 今天大概這個事情 沒有什麼好懷疑的 黃埔軍校雖然 民國13年 在廣州的黃埔島成立 後來歷經很多的千校 但是最後在高雄的鳳山副校 那當然慶祝90週年校慶 理所當然的 要在鳳山 進行這個慶祝儀式 那當然 中國大陸他們要怎麼做 那些都是統戰 我們這邊當然還是要 等於說 瞭解到我們這整個 不管是從東征 北發 繳北抗戰 建國這些歷史來講 其實這些東西 都是國防部 或說是我們政府部門 應該要多加宣傳 而且要讓民眾 來培養跟建立愛國意識 所以先請大家稍後 片個廣告回來 繼續來看 中國 這個慢慢崛起 跟強大的一個國家 到處惹的一些小爭議 現在也燒到了香港去了 竟然香港現在打算 因為大陸客的遊客 真的太多了 竟然打算想要立法 或者研究 減兩成的一個趴數 減低大陸客到香港去旅遊 這樣話一講出去 大陸人能夠接受嗎 馬上回來 好 中國現在很有錢 遊客全球趴趴走 所以做生意的人 賺錢是很過癮 沒有錯 但是人有時候真的太多了 也就喊出了旅遊 要顧品質的一個口號 現在香港就在研究 是不是打算 要降低中國客到香港到訪的 這個人數 要減少兩成 此話一出 我們就要問 中國的這些遊客們 受得了嗎 這個香港的特首 是打算要變成 第二個杜汶澤這樣嗎 沒有錯 這個香港的特首梁振英 他在一個閉門的會議裡面 所謂閉門會議 就是關起門來 那應該不會傳出來 你不知道我們台灣 所有洩密的案件 從來沒有偵辦成功 原來如此 所以這段狀況下 這個閉門會議裡面 香港特首梁振英就說 有關於中國的 自由行的遊客 來得太多 這個問題 是不是要 大家有沒有什麼看法 能不能一年減他個 百分之二十的名額 因為先前真的太多 跟各位解釋一下為什麼 因為事實上 現在 香港的人口 根據2012年的普查 大概長住跟流動的人口 大概有715萬人左右 715萬人的東方之珠香港 那麼他每一年來到香港旅遊的 中國大陸的總人口數 前年是3600萬 去年破了4070萬 4070萬裡面有2750萬 都是自由行 當然因為中國在幾年前 中國跟政府 北京政府跟香港簽的 所以他們自由行可以自由的來 尤其他們簽了以後 有些人相關的證件 一年可以不限次數來回 香港之間 跟中國之間 然後最多可以待一個禮拜 那當然 站在我們很多人的立場 你會想說 他們來消費 來買東西 來購物 有助於 包括香港 現在台灣也有很多人這種講法 觀光客不是來花錢嗎 那為什麼不要呢 對不對 因為台灣的問題就在哪裡 台灣至少離得比較遠一點 你知道嗎 因為我們一定要坐飛機來 或是坐船來 然後香港不一樣 香港它直接 鐵路 然後就可以到 源源不斷就來了 結果產生一種叫做 掠奪式的消費方式 掠奪式 為什麼叫掠奪式呢 比如說 大家還記得吧 所謂的三聚氰胺事件的時候 還有毒奶粉事件的時候 除了然間大量的 中國的遊客 爸爸媽媽 衝進去蜂擁進到香港 幹什麼 搶奶粉 搶奶粉搶到香港的爸爸媽媽 沒有奶粉可以買 離現在最近當然就是 當街大小便事件 爸爸媽媽帶了去了以後 小孩子就急嘛 當場方便 然後有人就出面制止的過程當中 又吵架了 可是問題是 其實他的爸媽是有出手 有動手 有動手了以後 那當然是事情複雜化 那有人就把他拍起來以後 這件事情不得了了 為什麼呢 就在5月1號 這個黃金周的時候 就有人真的 中國這邊網友是很生氣 小孩子能夠控制得住嗎 當街便利一下會死嗎 對不對 這麼沒辦法通融 好 我們就發起 五一黃金周到香港大小便 那還可以這樣子啊 那很嚇人 如果來一個幾十萬的 幾百萬的大小便 那不可以啊 香港這邊的網友就說 好 你敢來 兵來降當水來塗淹 黃金來我就給你拍 你知道嗎 我就把你拍了以後 我就把你潑上網 讓全世界看這樣子 兩邊為了黃金在那邊對嗆 你知道嗎 我認識很多 其實台灣有很多的香港的遊客 他們不去中國旅遊 然後跑到台灣來旅遊 然後呢 其實大家不知道一件事情是 這些年以來 香港的民眾來台灣 等於說移民的人 人數一直增加 然後為什麼會這個樣子呢 因為他們不喜歡 就是中國這邊 他就是財大氣出有錢 然後在那邊掠奪 比如說最有名的一件事情 就是房地產 我們這邊已經房地產 台北市一瓶兩三百萬 怕死人對不對 那算什麼 香港一瓶五百萬啊 你知道嗎 一個店面一個月的租金 他們一個店面一個月 本來比如說十幾萬的租金 突然間就是沒辦法租了 為什麼 六十萬的租金 然後那個房地產炒作了 所有人都買不起 天價全亞洲最貴的房子 不在台北 不在北京 也不在日本 在香港 所以這種狀況下 讓香港的年輕人買不起房子 然後在生活上掠奪成這個樣子 其實我可以感受出 那種香港的他們的民眾那種無奈 我很久沒有去士林夜市了 有一天跟我太太去了以後 發現士林夜市吃東西的那個區域 上面都是中國的觀光客 下面也都是中國的觀光客 全部擠了亂七八糟 吃了一碗花枝羹 八十塊 把我給嚇死了 我跟我太太談戀愛的時候 雖然有二三十年了 不過那時候一碗花枝羹才二十塊 現在八十塊是四倍 你知道嗎 那你身邊所有的摩肩插種 全部過去的 全部是中國的觀光客 所以在賺這些觀光客錢的時候 也必須要保留他們的觀光品質 這樣對雙方才有好處 對 出國旅遊真的是人人愛 但是如果能夠到更遠的地方 到天外天到宇宙去旅遊的話 會不會讓人家很興奮好奇呢 但是我們說宇宙無邊無際 這是認真的議題喔 這麼遠的地方 你隨便到另外一個星球 都是幾百年 或是幾光年這種事 到底人要怎麼樣活著到 另外一個星球去呢 現在這種概念 其實在很早很早以前的 好萊塢電影 就有想出來了 一起來看看電影片段 好這一招就是所謂的冷凍法或冬眠法 不只剛剛的異形電影 像《今生有約》這部片裡面 也都有明確的用這個主題 來拍攝成電影 現在呢 我們不是在講科幻片 現在是在講真實的事件 美國就有實驗團隊要宣布 馬上就要進行人體首次的這種 冬眠冷凍實驗 真的 對 那這個是在美國的 皮茲堡大學的這個醫學中心 他宣布說我在這個月 我就要啟動了人體冷凍的實驗 這個冷凍的實驗 我們大概把它的這個方式 先跟大家說明一下 他基本上就是把你人體的血液 部分的血液給鈣換掉 他用了什麼 用了生理食鹽水 我們一般人的體溫 大概在測試37度左右 你用生理食鹽水灌進去之後 你的體溫會下降到10度C左右 到10度左右的時候 基本上它的原理就是 讓你的新陳代謝把它減緩下來 所以讓你的這個身體 你還是有在運作 等到達到你一定的時間之後 我就把這個血液 再給你注射回去 然後讓你的體溫 逐漸的恢復 那其實在自然界裡面 我們看到其實有很多動物 它都會冬眠 冬眠的原理其實是一樣的 它就是透過睡眠的一個過程 你說就像熊或蛇這樣 對 那你可能一分鐘 我們可能一分鐘 可能本來呼吸個50下好了 那你這時候可能一分鐘 可能只呼吸個5下 那這時候你的身體肌能代謝 就是代謝慢慢的緩慢的時候 你的細胞或者什麼你的器官 就基本上它就會打造一個 就是比較緩慢的老化 那這樣的狀況 其實在您剛剛看到 比如說像電影裡面 有很多這樣的橋段 因為就是說太遠了嘛 對 因為我們現在看到 到另外一個星球 通常都不是幾年幾天的時間 它可能幾百光年幾千光年 那可是我們 因為現在我們比較大的問題 就是說我們沒有辦法 在那個推進系統上面 去突破那個光的限制 或者是我們現在 沒有所謂蟲動 所以你也不能跳躍對不對 所以一飛就要飛很久就對了 對 那你的機組員 一出發之後 它可能還沒到目的地的時候 就已經先掛點了 而且可能才出來一點你就掛點了 對 所以電影裡面 就會用這種所謂冷凍的方式 其實就有這種概念 用30年前的片就想到 而且事實上 我們這個在自然界裡面 除了有動物冬眠之外 事實上實驗界 就我們的這個 已經也開始拿什麼 做豬來做實驗 他們曾經用了40頭豬 也是用同樣的方式 結果後來發現到 它有90%的豬 再重新注入血液之後 它會復活 所以是有效的就對了 對 而且在那樣過程裡面 因為它其實長時間 沒有做很長的時間 大概是做兩個小時左右 結果發現到說 在這兩個小時號稱 所謂叫冷凍的過程當中 那個豬的什麼 心跳 還有它的腦電波 都逐漸的減緩 然後等到你再把它注射回去 它又慢慢的恢復 所以大家就覺得說 因為豬的 動物可以 對 而且像豬的 這個豬體的實驗 其實到最後你會想 它的豬跟人的構造 其實大家都覺得它很相近 所以到最後大家會覺得說 如果這樣豬是可行的話 我們用到人體上面來看 所以真的要找個人 叫他去睡很久這樣 這一次有10個重症的患者 就生重病的人 他們就願意參加這樣一個計畫 所以如果這個計畫 啟動之後其實上 事實上我們會看到 這樣的冷凍計畫 可能沒有辦法長時間 但是他們希望透過 這樣一個方式 最少達到一個目的 就是譬如說我是重傷的患者 就我可能在戰場上 或在意外事件當中 重傷患者 我可以透過這樣冷凍的方式 讓他的傷口 或者他的身體 不要瞬間的壞死 那我可以拖到 他到一個完善的醫療的地方 去尋得醫療 救援之後 去挽救他的生命 這樣是有道理的事情 目前還不是只有拿座做太空旅行而已 希望都是要造福人類 但是我們從這種 不可思議的這種人類實驗 要來看到了 這個是在日本 要即將發生的 所謂的公主變回麻雀的故事 不是麻雀變公主 是公主變成麻雀 因為日本的皇室是有規定的 你的這個女生 如果要嫁出去的話 必須要卸下皇族的身份 那這樣女孩子嘛 時間到了 要嫁就得卸下來 對沒有錯 典子公主呢 她是什麼身份呢 很簡單 明治天皇的玄孫女 那她等於說 現在明人天皇 現在的天皇 弟弟的女兒 雜母孫娜就對了 弟弟的女兒 子女就對了 雜母孫娜 那麼她事實上 今年只有25歲 那她要嫁給誰呢 就要嫁給這個千家國模 那千家國模也很特殊 為什麼 因為事實上呢 他們當然這是一件 喜事是一件好事啦 這也是繼2005年以後 這個天皇嫁的長女邱子以後呢 等於說很難得的 一個喜日本的一個喜事就對了 那麼事實上 在2007年的時候 這位典子公主呢 那麼她陪著她的媽媽 來到粗雲大社這個地方來賞鳥 她的媽媽喜歡賞鳥 一些野鳥 類似野鳥學會這樣 喜歡拿望眼鏡 然後就看著 哪隻鳥飛來飛去就很舒服 很漂亮這樣子 那時候其實典子公主呢 那是剛考上大學 是大學女生 然後陪著媽媽來粗雲大社 那麼這個 現在的這個準新郎啊 是誰呢 事實上她的父親 就是粗雲大社 如果我們用專業 用最簡單的白話來講 大祭司啊 你知道嗎 大祭司 最高繩子人員就對了 他的爸爸 這個他的爸爸呢 是最高這個繩子人員 他本身現在呢 是他40歲 是輔佐他爸爸的 另外一個繩子人員就對了 以後就要接他爸爸 大祭司的這個位置就對了 所以因為這個關係 所以也不是平凡的人 也不是 他跟那個典子公主呢 事實上年紀差了15歲 來了以後 由他出面來接待嘛 對不對 接待了以後 公主跟陪著媽媽 到處去看鳥 在那旁邊 他就必須要在旁邊介紹 哎呀 現在飛到你前面的是白陸師啊 那邊是貓頭鷹啊 那邊是貓頭鷹 哎呀 老鷹飛過來 老鷹飛過來了這樣子 他要介紹就對了 做一個介紹介紹 你要知道嘛 日久申請 常常來賞鳥 後來就是 年輕人嘛 年輕人就是 看你 反正講 媽媽在旁邊賞鳥 我們兩個在那邊聊天 就談戀愛了 就偷偷談戀愛了 談戀愛了以後呢 可是 因為他 日本皇室有個規定 你女孩子呢 如果結婚了以後呢 你必須要去除你的貴族身份 天使孫份就要去除了 就變平民 就變平民就對了 當然他很高興 為什麼 畢竟可以結婚嘛 所以事實上2月7號這一天呢 這個典子 就在媽媽的陪同下 進去到這個皇居裡面呢 跟這個名人天皇說 哎呀 很高興啊 阿伯啊 我要結婚了 跟你報告這件喜事 那當然天皇 跟天皇夫人 但是也是很高興 畢竟是一件喜事嘛 那要介紹一下 這個新郎 所在的這個初雲大社 初雲大社是非常有名 我們知道 日本人很喜歡蓋神社 我們以前在玉山山頂上也有 雪山的那個幾個山峰裡面 也有這樣的 等於說日本的神社 他們日本神社當然拜的神 跟我們一般的神是不一樣 是他們日本神 道教的神就對了 初雲大社的這個神 最主要掌管什麼 因為運勢 你的婚姻 那這個很多人就喜歡 婚姻感情很重要 對啊 這很重要 運勢可以賺錢或是身體怎麼樣 那這神社很旺 非常旺 而且他日本最古老的神社 也是地位最崇高的神社 為什麼他說是地位最崇高的神社 每年的農曆 我們知道我們台灣 有農曆七月有鬼節 每年農曆的十月 日本的所有的神明 不知道為什麼 日本神明太多了 你知道嗎 所以日本總共有八百萬個神明 這比進國神社更多 你知道嗎 行路夠多 對 每年農曆十月的時候 全日本八百萬個神明 大家翹頭 他們要開會 舉行一個開會 八百萬 對 所以那個時候你不要去日本的寺廟拜拜 都不在 所以叫神無月 這真無形 這九月 不好意思 這九月沒形 農曆十月沒有 神無月 神無月 我們在很多日本漫畫裡面 也可以看到神無月這個名字 他由來就是這樣來的 那這些神到哪裡去開會呢 就到這個出雲大社 出雲神社來開會了 到這邊 所以他叫神在月 為什麼都在我這邊 開會來討論什麼呢 討論有點像是月下老人的工作 我們八百萬個人 我是不知道八百萬個人怎麼做 八百萬個人怎麼擠啊 八百萬個人再坐下來對不對 然後就開始投票了 這個點子就配給這個 這個祭司的兒子 對對對 就這樣配 當場就配說 你配誰誰配你這樣婚姻 所以那時候出雲大社 他非常有名 那麼多年的原因 就因為他主管了 人間的運勢 跟人間的婚姻 所以這次 這個大典預計說 秋天的時候 會舉行這個大典對不對 預計 今年會替這個出雲大社 帶來非常豐沛的觀光人潮 嗯好 這邊有看到了公主要出嫁 那一邊則是有合同要展覽 這個又不是在開玩笑 同樣是發生在日本的事情 現在呢展出了一個所謂的 合同木乃伊 以後呢就可以 觀眾去那邊觀光的時候 就可以公開一個展覽 但大家就要問說 你知道合同到底是什麼東西嗎 那不是漫畫還是日本的劇裡面 才看得到真的有合同嗎 任俊哥 我們在漫畫或電影裡面 所看到的合同 都是像你們現在看到的這個樣子 這很恐怖 對 有些畫的是說它頭頂吐吐的 然後旁邊這邊不知道是有海草 還是有頭髮之類的 然後背後都會背著 類似像龜殼一樣的東西 那可是呢 現在居然有人講說 這個其實不是神話 它是真實存在的 而且我還有什麼 我還有它的四隻啊 給你看 就叫合同 合同 不是 合同的手足 不是合同 合同 合同有毒 是是是 合同的這個四隻裡面 我們找到了兩隻 那這個是在哪裡 是在日本的宮崎縣 有一個島金博物館裡面 它就講到說 其實我們這個 這個家族的博物館裡面 有這兩個玩意兒 那據稱它就是合同的手跟腳 那到底是手或是腳 就長這個樣子 對 那這兩個呢 其實小小的你知道嗎 一個有8厘米左右 一個是15厘米左右 那這個其實都很 你會想 厘米那其實還蠻小的對不對 蠻小的 好 那而且重點是什麼 大家都覺得合同 合同 合同 它的手指 手指跟腳指間有樸 結果後來就看的人說沒有啊 看起來也都沒有 就很正常這樣 那這樣怎麼會是合同 那但是島金家族他就講說 這個我跟你講 這個真的是合同的 那大家就會問說 你這是哪裡來的 你一定要把這個事情 把它講清楚 對不對 他就講說其實在這個 很久很久以前 那曾經有一個獵人 還是什麼的 他曾經射殺了一個合同 那殺了這個合同之後 突然 那結果這個獵人 他自己就生了重病 你知道 那結果怎麼找醫生 治都治不好 結果有一天他的朋友 從外地而來 外地而來的時候 就幫他弄了一些法事 或什麼 他居然就病就好了 給他吃了一點藥什麼的 病就好了之後 那這個獵人 為了感謝這個人 就把這兩個東西給他 跟他講說這個是合同的 給你當紀念這樣子 合同的手足 我給你帶回去當紀念 因為我殺了合同 才惹出這個病出來 那這個東西 就一直據他們講法 就他一直留下來 但問題是 如果他是真的合同的話 他本來就是應該 應該上面會有肉 會有組織的東西 但現在最大的問題 他就變成是木乃伊了 因為他整個是乾乾別別的 所以他本來 可能本來還會再大一點點 現在就瘦瘦小小的 但可以給民眾看 他可以給你們看 現在大家聽說 像熊輝這種實事求是的 你一定會講說 那怎樣 送去鑑定 鑑定一下看這個到底 你覺得邱老師去鑑 鑑不鑑得出來 他不是專門看這種骨頭了嗎 應該是可以 所以邱老師可以申請 他只能鑑定鋁合同 他鑑定不是男的就對了 那現在重點是 我開放給大家看 就像你講說 那有人可以把他送去鑑定 那這個島金家族他就講說 你來看是可以 但我們不送外面鑑定 不鑑定 我說是他就是了 所以你要看 你相信你就來 不相信 所以邱老師去會被趕出去就對了 那要看他怎麼去看 因為他專長看女合同 搞不好這個是他的專長 也不一定 這真的就不知道 既然有這麼多有趣的事 再來是歷史上的今天 同樣也是中國非常有名的故事 只不過是真有其人 那就是包青天 一起來看看 歷史上的今天 西元999年5月28日 以公正聯名形象 流芳百世的北宋忠臣包整 包青天在這一天出生 包青天是北宋時期 真實存在的人物 因為電視劇和小說的關係 包青天的名字在華人社會 可說是家喻戶曉 而他也就真如書中所描述的一樣 天生面孔就去黑 讀書時由他的老師 幫他取名文正和一個整字 就是希望他為人正直 能夠拯救百姓於水深火熱之中 而包整為官後 也因為極度的連結和公正 而贏得了清天之名 由於包青天的堅毅和正直 在歷朝歷代 皆屬極為罕見的範例 所以他的名聲 也就像英雄人物一樣 一代一代的流傳下去 在經過文史小說的加油添醋之後 成為了當官的楷模 後世更把他當成神明來崇拜 認為包大人是文曲新轉世 進入到神話的境界 不過特別的是 在正史里記載的包公 雖然公正聯名 但也相當的敦厚 和後世傳說 他審案時後用酷刑 其實是大不相同的 由於包公電視劇的關係 直到今天 電視觀眾沒有不知道包公的 可見影響力有多大 挑戰新聞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好 社會越紛亂 貪官物力越多 包青天就越多民眾會首看 當作算是一個情緒發洩的管道 不過剛剛也看到 講到包青天是真有其人 但是真的這麼樣的忠孝仁義 而且絕對不貪污 那個時候又砸了一大堆皇清貴族 他還可以活那麼久 真的是都不會被敵人給玩死 其實也要蠻有本事的是吧 對啊 真的是有本事 想想想看 他所生存的時代 是在中國北宋時期的人中時期 在那個時候的話 其實有黨征的 當時的話所謂的慶立黨征 雙方輪馬互相陷害對方 這樣子的 這個你害我我害你的 一不小心人頭落地 對啊 就你這邊的人 害了害去那邊害了下去 結果他沒事 他沒事 這個事情不是很奇怪嗎 對不對 其實我告訴各位 其實歷史上真實的 這個包青天包整的話 其實可能跟我們所想像的情況 可能略有一點很大的差異 不是一點差異而已 那到底是什麼差異啊 其實包青天包整這個人的話 或許被神話很厲害 真實的這一個包整的話 告訴各位 他這個人其實是安徽合肥人 那這個真實的家世的話 告訴各位 他其實是個富二代 他家裡身有錢的 富二代啊 而且不但是富二代 而且還是個宅男 那可以說他是史上最好的富二代嗎 不是 他是一個富二代 而且身兼宅男這種等級的 為什麼呢 告訴各位 其實包今天 包整 包整這個人 大概二十多歲的時候 他考上他近視 可是很有趣的是 他應該叫你講 考上的公務人員嘛 對不對 那考上公務人員以後的話 他居然自己上個驟章 跟當時的書名員講說 他不要去那個北京 不要去開封當官啊 他想要留在家裡面 因為電動還沒打完嘛 大的官不要 就要留在家裡面 就留在家裡面 留當小的都OK啊 他的意思是說 因為我的爸爸媽媽年紀大了 所以要留在家裡面照顧家裡 這樣 人家這麼孝順被你講成這樣 可是這個事情的話 從二十多歲 待到三十二歲的話 這個年紀可不可以 可待了很久了 人家孝順 他整整在家裡 待了三十二歲 他就不肯出來 後來終於沒有理由可以講了 為什麼呢 因為三十二歲的時候 爸爸掛了 媽媽也掛了 沒有這個理由 那就要去當官了嘛 那當官以後的話 後來據說 他人到這個當時的首都 開封這個人當官的時候 就進了一個玉石台 玉石大夫 那玉石大夫的話 類似有點像監察官這樣子的 告訴各位 這個包子人 他去當官以後的話 有一個很奇怪的習慣 什麼 他超喜歡彈劾別人的 他很不爽 你亂出彈 彈劾你這樣子 把你記下來 然後你這個不乖的話 把你記下來 就上個奏章 批命彈劾 而且告訴各位 像你這種像我的話 他不彈劾 為什麼知道嗎 因為官太小知道嗎 他專門彈大官啊 你官越大 他越喜歡盯你 據說 他當玉石大夫的時候的話 有三十多個大官 就被他這樣彈劾了 而且那時候 彈劾跟我們現在的彈劾不一樣 不一樣 那時候彈劾是真的彈掉了 真的是直接上個奏章 而且據說 當時的皇帝不想理他 因為醫生到很沒事 看到你那個 每天都送彈劾單來 煩死了 一下彈劾 某某什麼院長 什麼部長這樣子的 這他很煩 這樣可以算廖北洋 他是個超大開的廖北洋 真的啊 據說當時 他彈劾最大的一次事件 是在北宋仁宗的時候 當時有一個張貴妃 張貴妃是我們仁宗皇帝 很喜歡的貴妃 你知道嗎 一人得到極權升天 所以貴妃的爸 老爸 他就一路提拔當官這樣子的 那當然貴妃的爸爸的話 就是國葬 對不對 叫張國葬 就是張國葬 那官都一路巴巴巴巴 一路高聲這樣子 結果他一路的把他彈劾 彈到最後的話 據說皇帝不理他 皇帝不理他 他這裡的 他的奏章 他的本子 直接走到皇帝面前去 北宋仁宗面前去 然後然後 噼哩啪啦噼哩啪啦的 這個搬出所有的法條出來 第一條第二條第三條 第四條第五條 啪啦啪啦罵了半天 據說那個 講到激動處 講到最激動的地方 連口水 都噴到皇帝的臉上去 這麼大膽啊 我們就是缺乏這樣的人啊 結果呢 你知道嗎 最好笑什麼知道嗎 皇帝看他這樣 全部被他嚇傻了 皇帝想生氣 可是引他那沒辦法 因為他拿說是法條嘛 對不對 結果皇帝 那個宋仁宗皇帝 為什麼投降啊 談談談談 他又不理他 下了退朝退朝退朝 不講不講了 結果皇帝退朝以後 出了一件事情 那個張貴妃 就使出了枕頭弓 跟那個皇帝講說 那我的老爸事情怎麼樣了 結果皇帝就罵了這個張貴妃 問他說 你只知道有個張國障 不知道還有一個包玉使在 真的 為什麼呢 因為大家都被他煩得不得了 所以後來包枕這個事情的話 因為他這個名字搞得很大嘛 對不對 彈劾這麼多人 人也得罪光了 其實是彈劾人不是雜人 他沒有雜人 這個是故事啦 從頭到尾這個沒有什麼狗頭雜啦 龍頭雜啦 什麼豬頭雜 那道理是一樣 他是把人彈劾掉這樣子 就是這樣子 就簡單講就是上個咒本 廖杯亞 說你這個人 這個亂丟淹 所以他還蠻厲害的 他彈劾 人得罪光了 但是有個好處是什麼 知道嗎 就在那個年代裡面 事實上的話 正式求對慶立黨政的時代 范仲淹 范仲淹這個人各位聽過吧 范仲淹 當時正在搞一個 這個他的新政就對了 所以有分為保守派 這個激進派了 而我們包整包今天 是屬於包派 他是一個站中間 就沒有人理他就對了 左腳站一邊 右腳站一邊 那就奇強派啊 還是中立派 這奇強派挺講的 中立派 他中立在那個地方 所以兩邊不得罪 兩邊不得罪 不得罪 還可以這樣 他很喜歡寫小報告 所以我告訴各位 沒人敢得罪他 那最後辦法怎麼樣知道嗎 因為像這種人實在太難搞了嘛 所以後來還被外放 外放那個地方官去 把你遠遠的這個放出去 這個就不要來 但其實他是個公正 其實他是公正的人 這是沒有錯的 他是青年 這是沒有錯的 可是真實的這個包今天 可能跟各位想像的差別 是非常非常大的 這樣看到這些故事 是不是很有趣呢 先請大家再休息一下 待會回來繼續來看到 現代的中國 我們說他很有錢 有錢就會有許多離譜的事 待會就來帶大家看看 什麼叫做滿身近代黃金甲 馬上回來 好我們常常說 中國現在有錢的人 是越來越多 那麼這樣子有錢人會發生出來 上新聞的誇張是 自然而然的也就會越來越多 這一邊要講的呢 就是在中國現在很多 所謂的土豪啊 就是有錢人啊 真的是越辦越誇張啊 既然真的 電影滿城近代黃金甲的這個事情 就發生在中國土豪的婚禮上 只是不同的是 這個黃金甲 全部穿在新娘的身上 金光閃閃啊 邱老師 對啊 其實我看到這個新聞的時候的話 我告訴各位觀眾 我的木啾差點就閃到這樣子 真的啊 木啾也啾啦 我以為你是接到詐騙電話 才會閃到 不是不是不是 你看這個樣子的話 你看從頭到腳的話 全部的亮晶晶黃晨晨一片 其實你剛才講的 滿城近代黃金甲 這根本就是金鐘燥鐵不山啊 他直接穿個盔甲算了嘛 我個人認為他這個走路的時候 可能有點問題啊 因為重量這個往前面集中 他可能撲通跌倒的話 可能跑不太起來 這樣到底是要羨慕還是要怎樣 我個人是很羨慕 因為如果讓我跌倒 讓我這樣穿 我願意跌倒跑不起來我也甘願 因為這個感覺就像 剛剛瑞德哥先年講的 就是大媽去包 就是用盾來包的 包了才可以這樣子穿啊 這個樣子的話 其實的話已經遠遠超過 我們人類的志士想像的範圍 我跟各位解釋一下 其實有關於這個婚禮的話 其實這是最近才發生的事情 在廣東的中山市這個地方 一對新人結婚了 那這個結婚的時候 這場婚禮其實說實話 就是一個土豪婚禮而已嘛 一般來講的話 大家看說婚禮啊 恭喜恭喜恭喜 恭喜完沒事 可是告訴各位 他到最後 大家覺得最有意見的 是新娘的這身裝扮 為什麼呢 因為他站在那個地方的時候 你知道所有的賓客 參加完婚禮的時候 全部人就看眼科去了 真的 因為那個燈光一打之後 沒可以就閃到 太亮了是吧 太亮了 太閃了 而且不只新娘閃 連新郎也一起閃這樣 身上也是 這個地方好像那個 政經店那個廣告一樣 這何必呢 那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事實上 這是70個金桌子 整整70個金桌子 而且70個金桌子 拿現在那個紀念的練起來 以後的話 那20個一串 20個一串 好像掛那個什麼 那個餡餅一樣 掛得滿滿都是 這樣不會很重嗎 很重 而且他真的很重 可是看著說他很快樂 為什麼知道嗎 因為左手又掛了一串 右手還掛了一串 據說連腰部都跟我七七很串 都算是這樣子的 那這個東西的話 是標準的 現在中國大陸那一邊 他們喜歡真金白銀的做法 據說這一對新人的爸爸媽媽媽 他實際上是那個 當地的自然水公司的總經理 那結婚的時候 據說當地的習俗嘛 對不對 這叫炫耀 就是炫耀